1月21日,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,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哲出席介绍2018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,发布会上公布了2018年中国经济成绩单,2018年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90万亿元,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,稳中有进。 初步核算,全年国内生产总值90.03万亿元,按可比价格计算,比上年增长6.6%,实现了6.5%左右的预期目标。 分季度看,一季度同比增长6.8%,二季度增长6.7%,三季度增长6.5%,四季度增长6.4%,在会上公布的2018年中国经济成绩单中,城镇就业、新增就业等重要指标都实现了预期发展目标,2018年城镇就业继续扩大,新增就业大幅增加。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361万人,比上年多增10万人,连续6年保持在1300万人以上,2018年各月全国城镇调查实业率保持在4.8%至5.1%之间,实现了低于5.5%的预期目标。 全年农民工总量28836万人,比上年增加184万人,增长0.6%,连续全国就业人口77586万人,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3419万人。 匿集者表示,中国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,2017年中国有1.4亿家庭年收入10万到50万元之间。 特别是我们拥有全球规模最大,最具成长性的中等收入群体。 这个中等收入群体,国家统计局做了内部测算。 2017年,已经超过了4亿人。 2018年,还需要进一步测算,还会增加。 我们的标准是什么呢? 中等收入群体,它是有资产标准。 以中国典型的三口之家,它的年收入在10万元到50万元之间。 这样中国有4亿人,有1亿4000万个家庭。 对于2019年中国经济走向的预期,宁集者表示, 2019年,中国经济有基础,有条件,有信心,有能力, 保持经济运行处于合理区间,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。 从中国经济来说,确实是19年发展的外部环境是更加复杂严峻的。 我刚才已经讲到了,不仅是国际上发展具有不稳定性,不确定性。 现在无论是贸易,还是投资保护主义,盛行。 单边主义啊,一些国家的这个民粹的这个活动啊,也是比较多的,是吧? 这个国内的结构性矛盾呢,仍然明显。 但是,总的看,我们既要看到矛盾,困难,问题,挑战,危机的一面, 更要看到希望,机遇,光明,前景的一面。 总的讲,2019年呢,我国经济危中有机,稳中趋近。 有基础,有条件,有信心,有能力,保持经济运行, 总体处于合理区间,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。